RUN, RUN AWAY RUN, RUN AWAY 大家好,我是Stan Twice, 出道第九年的今天 终于发表了自己的首张Solo歌曲RUN AWAY 在新歌发布会上,紫鱼表示 透过这次的个人出道专辑 我想展现一个与众不同的紫鱼 这次在MBS是我第一次演戏 我对自己演戏的样子还蛮满意 用韩语写歌词并不容易 但我想融入自己的故事 所以查阅字典认真准备了 抱着听的人能够得到安慰的心情写下了歌词 所以之后拿到这首歌的版权后 我想捐给有需要的地方 已经发行过个人专辑的 吉友和乃安姐姐 给我提供了很多意见 其他成员们不仅送来了 典型车和咖啡车到MV拍摄现场 还亲自来探班给我加油 帕金娘PD更是说 想让世界看到你崭新的面貌 在各方面都非常细心地照顾我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 紫鱼新曲RUN AWAY 韩国网友们的真实反应 哦 这首歌不错 但没想到紫鱼会以这种风格出道 虽然早就知道它很漂亮 但真的是非常非常美 歌曲不错 但怎么说呢 有种90年代的感觉 这不是复古 是真的很像15年前的歌一样 而让我荒唐 不是 越听越觉得这首歌 真的是能让韩国人的心跳加速的歌曲 旋律非常顺耳 副歌马上就能记住 紫鱼屋也跳得很好 看舞台的话应该会更喜欢吧 我超喜欢这种经典复古风格 憋起那种不知道是饶舌还是歌唱的歌 我更喜欢这种风格 副歌部分已经背起来了 如果紫鱼能好好唱这首歌的现场演出 感觉会是超强的宣传 nbine歌曲都太像一代风格了 感觉声色跟歌曲不太大 除了紫鱼很漂亮之外 没什么让人印象深刻的地方 这首歌真的很特别 不是现在流行风格 也不太确定是否适合紫鱼 但旋律超容易记住 可可应该会成听 歌曲本身很好 也很适合它 只要好好宣传 应该会有不错的成绩 所以希望JYP能好好地做宣传 所以对紫鱼的新曲Runaway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不管怎么样 从Twist的盲呢 到如今以 solo歌手身份 站在全球KPOP粉丝们面前的紫鱼 永远走花路 下一个消息是 KPOP二代传奇 金杰忠与金珠素 要一起举办演唱会了 9月6号凌晨 以金杰忠和金珠素 两人的活动名首字母 命名的JX官方SNS频道 在开通的同时 公开了演唱会 还包含影片 正式宣布 将于11月举行联合演唱会 这次的演唱会 是为了今年两位出道20周年 名为JX2024 Consult in Seoul 将于11月8号至10号 连续三天在首尔奥林匹克公园举行 让全球的粉丝们期待不已 不得了了 粉丝们一定超幸福吧 哇 我不是粉丝都觉得好开心 粉丝们恭喜恭喜 既然都要开了 希望能多唱一些 只有他们俩才能合出超绝和声的歌 虽然已经很大发了 但还是想要说 祝金杰忠金珠素 JX大发 请不吝点赞 订阅